欢迎您来到心灵咒语我的频道 我是心悸律师和郑平医师王丽慧 今天我们来跟各位介绍一下 荷尔蒙其实跟预防肌扫症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所以适当的完整的荷尔蒙补充 可以预防肌扫症 然后保住我们在老年生活的时候生活品质更好 不过大家也不要认为 荷尔蒙只有跟更年期跟老人家有关系 事实上从35岁开始 你除了你的压力荷尔蒙会节节上升之外 你其他的荷尔蒙都在下降 因此我们在临床上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年轻的朋友 他们就已经荷尔蒙不足了 然后我们来看哪一些是跟肌肉合成 特别相关的呢 首先就是最重要的是搞固酮 再来的话是生长激素 再来的话是甲状腺素 那么至于维他命D 它虽然叫维他命D 但事实上这已经都被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荷尔蒙 就是呢 维他命D其实是一个荷尔蒙 那维他命D的重要性我们讲过很多次 现在我们先来讨论一下 关于这个搞固酮生长激素还有甲状腺素呢 他们在身体里面负责的 这个是一个合成的功能 所以对于你的肌肉合成很重要 对你的肌肉再生也很重要 如果这三个荷尔蒙不够的话呢 你会经历到的一种叫做呢 合成代谢阻力 就会造成你的肌肉质量流失 然后使你的肌肉功能不好 肌肉功能不好的话就是肌肉无力 肌力就下降 那么搞固酮呢 它是一个男性荷尔蒙 可是我们有讲过 因中有阳 阳中有阴 所以不是只有男生才需要搞固酮 女生的体内一样需要搞固酮 只是需要量没有那么大 搞固酮巅峰的时期 就是你20岁的前后 这个时候你来练肌肉当然是最好的 男生女生都一样 就可以build up your muscle 这个时候练最有效 那搞固酮的话呢 跟你这个蛋白质 淀粉 脂肪 这三种热量来源的代谢 都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而且呢 它不但是只有跟你的这个瘦肉的量有关系 它跟你的骨骼密度也有一定程度的关系 所以我们说整个身体的组成里面 就是瘦肉 肥肉 水分 骨头 有的人说它是骨头特别重嘛 那你看这个搞固酮 它几乎就是跟这些东西都有关系 因此呢 它对于你身体的整个组成的比例啊 是非常相关的 我们才称它为是核心荷尔蒙嘛 对于肌肉合成的核心荷尔蒙 然后呢 它会造成你这个肌肉质量提升 它还会改变这个肌肉细胞周围的卫星细胞的功能 使你的肌肉的功能也提升 让你的肌力更好 因此适当的补充搞不同呢 是一个预防肌扫症或是治疗肌扫症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再来的话是生长激素 我们一般到达最终升高之后 我们就觉得好像生长激素跟我们没关了 它是儿童长高跟青少年长高才需要的 也确实呢在人体呢到达最终升高之后呢 你的这个生长激素就开始就下降 那最后会到达一个叫Somatopause 就是生长激素更年期 整个这个时候呢它就降到很低 那降到很低之后呢影响到什么 影响到你的肌肉质量的流失啊 它不会直接的作用在你的肌肉功能上面 但是它就是影响你的肌肉质量的流失 流失到一定的程度 萎缩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你自然激励也就下降了嘛 那我们呢会另外再提到一个叫做IGF-1 这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因为呢我们抽血没有办法直接验生长激素的浓度 所以我们会去抽血验IGF-1 它是一个指标 看你生长激素的这个浓度够不够这样 所以这两个我们要一起看 那我们现在发现就是生长激素跟这个IGF-1呢 它是呢不管你肥胖或是瘦 不管你是男还是女 它都影响到你的这个肌扫症的危险性 只要你的生长激素跟IGF-1不足的话 它就可以造成你的肌肉质量的下滑 所以呢适当的补充生长激素也是必要的 接下来我们讲到的这个甲状腺素 甲状腺素呢我们都知道它就是跟基础代谢很相关 所以它跟肌肉的生成 它跟这个立腺体的功能都有非常大的关系 那么这个立腺体的功能呢 请看到我们这个专辑的第一集 我们一再讲到这个立腺体的功能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我们也要去维护它 那甲状腺素就刚好可以去维护你的肌肉生成的功能 还有你的立腺体的功能 那我们呢在临床上呢 根据这个统计啊 我们可以发现呢 这个甲状腺素不足的话 它其实是比较影响到你的第二型肌纤维的生成 那第二型肌纤维就是跟肌扫症最相关的嘛 就是白肌 我们在讲肌扫症就是白肌的流失 所以甲状腺跟白肌就是有这个密切相关 那如果一个正常的甲状腺素的人 跟一个甲状腺素有稍微低下 我们叫做亚急性 就是亚健康 它不是真的呢 有被诊断到甲状腺素不足这种病 但是它在每次检测的时候它都偏低 像我个人就是 我的甲状腺就是偏低 但是没有到严重生病的那种地步 那对于正常人跟偏低一点的这种人 比起来我们去把它的肌肉做切片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肌肉的横切面 正常的人呢肌肉横切面就是比较大一点 它就是比较 比较大条 然后如果是这种亚急性的人 他们的肌纤维就是比较瘦比较细 它的这个直径就是小一点 所以甲状腺素确实呢 就是跟肌肉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适当的呢 去检测你的甲状腺 然后维持好补充好你的甲状腺 也是可以帮助你的预防肌扫症 或者是说能治疗肌扫症 接下来的话呢是我们讲到呢 慢性肾病 慢性肾病是有关于它体内的尿毒 然后呢造成发炎 造成氧化压力升高 然后使得它呢 非常的不容易合成 只会肌肉分解 不会肌肉合成 可是呢也有研究 显示呢其实慢性肾病 它的肌扫症的主因 就是因为它的荷尔蒙不足 特别是生长基础和IGF1 这个系列哦 这两个是相关的 特别是跟这一组有关 因为呢慢性肾病的人呢 在他们的体内 我们发现GH就是生长基础 还有IGF1这个都偏低 因此他们肌扫症的风险也就升高 所以你看慢性肾病呢 虽然有那个尿毒引起的种种不良因素 不良体质 其实它跟荷尔蒙还是很相关 再来我们发现慢性肾病的人呢 他们的这个甲状腺素也不足 那我们刚刚又讲甲状腺素 它也是容易造成肌肉流失嘛 所以你看又来一个 所以慢性肾病的肌扫症呢 确实也是跟荷尔蒙很密切的相关 我们也需要呢 在慢性肾病的这群朋友们的身上呢 也适当的要去调节他们的荷尔蒙 可以帮助他们预防肌肉流失 肌力下降的这些现象啊 这真的非常重要 接下来呢就是呢 我们跟各位讲到这个骨骼肌啊 其实是我们代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所 那么骨骼肌里面呢 就会有对糖分的代谢嘛 因为我们这个骨骼肌里面有蕴藏丰富的糖分 可以去分解啦 帮助你这个运动功能的表现很好 但是骨骼肌不是只有用在运动啊 骨骼肌既然用在代谢的话 它就跟胰岛素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现在发现胰岛素不够的人 或者是胰岛素很高 可是呢你的细胞却对胰岛素产生这个阻抗性 这个叫做胰岛素阻抗 慢性肾病的人 我们也发现他们特别容易胰岛素阻抗 那胰岛素阻抗呢 不一定是糖尿病 可是也几乎差不多就是糖尿病的前兆了嘛 因此现在我们发现呢 胰岛素阻抗这件事情呢 跟肌肉流失也有非常大的关系 所以呢 胰岛素阻抗将来会成为我们肌扫症的 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就是一个重要的靶 如果能够把这个胰岛素阻抗把它调节好的话 也可以预防肌扫症的发生 怎么样子的去预防这个胰岛素阻抗呢 请各位去看这一集 我们的影片里面就已经介绍过 胰岛素阻抗这件事情 好所以今天跟各位介绍到的就是说呢 其实在肌扫症的治疗里面呢 除了蛋白质吃的够 然后呢 运动做的够 维他命低补的够之外呢 也要再去看它的内科 内在的体质因素 有没有荷尔蒙的失调 或者是不足 做一个适当的补充才能够真正的帮助他 把这个整个肌肉把它建构起来 让他的老年生活啊 让他的这个运动功能啊 让他的生活品质啊都提升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